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木谈听 今天是2021年10月28号星期四 玻璃心这首歌已经1800万的观看量了 这首歌火了大家都知道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黄明志的其他歌曲也纷纷跟着火了 本来看过以前的歌的人就很多了 在YouTube上打开玻璃心之后 黄明志其他的歌就会被推荐 其他歌曲也都达到了上千万的观看量 最近去看看观众留言 都说玻璃心好听 就来到这里打一下卡 把其他歌曲也都给带热了 有些人是一位玻璃心才认识黄明志 有些人是老粉丝 很多留言能看出都是肺腑之言 其中一位观众的留言 抑郁道出玻璃心这首歌红的主要原因 没有被阉割的思想和灵魂真实魅力无限 发自内心的真心呼唤 不为强权讲真话的品格确实让人尊重 我们放眼看看现在的全世界的中文媒体 艺术圈文学圈学术圈 敢于讲真话的还有多少 有些五毛粉红就是没有弄明白 他们心中的黑共反贼 很多时候还真的不是针对谁 他们只是在心中没有恐惧的情况下 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海外youtuber群里面 有一些华人在youtube做了视频 为了扩大市场在中国的抖音 B站都放了视频 但是都是自我阉割版本 把自我感觉敏感的都修改了 有的还是不能通过审查 我看到有些视频呢 甚至从海外看还是温和派 到了国内就是敏感 都是汉奸 大帽子乱扣 为了个人和家人安全 他们可能也不敢再往国内网上发东西了 将来回国被整 这都是罪证 无论你觉得如何清白 所以大家都喜欢讲真话的媒体和自媒体 尽管观众们对他们的报道和评论 不一定都赞同 但是在一个平和的 能够吸收不同意见的大环境下 日久见人心 时间长了 观众自然能够判断 这个媒体是否是被阉割和过滤的 是否敢报道真相 这才是玻璃心这种作品 能够吸引大众的重要因素 黄明志周三在脸书上宣布 玻璃心已经成为网上歌曲销售平台 苹果音乐香港排首位歌曲 黄明志在脸书留言说 香港多谢赛 KG在粤语中是站着的意思 KG在粤语中是站着把钱赚 在黄明志脸书留言下方 有香港网民说 多谢你的创作 欣赏你的勇气 黄明志大大感谢你做了这首情歌 让不少香港人输了不少闷气和欲解 感觉很爽很畅快 大家又见识你的才华和气节 大家都知道玻璃心 但是可能知道另外一首香港的歌的人 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了 这首歌在香港也火了 因为是粤语歌 主要是在说广东话的人群中传播 歌名叫做《黑格门心》了 歌曲链接放到视频说明栏 大家自己去听 这首歌曲的背后制作团队叫做《适当真》 他们称自己不主张直接用政治表态 他们的作品也都是用隐喻手法 如果不具戏品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就好像《黑格门心》了这首歌 讲述了有人在party玩得很晚 虽然还想留下来 还想玩 但是时间已晚 或者自己还有个人的原因 要离开party 要走的时候朋友还劝啊 再玩一会儿嘛 再喝一点吧 离开的人还要忍住朋友给的诱惑 坚持要离开 这个歌就在讲这个 我看到对这个团队的采访 才知道这首歌 是在隐喻大批香港人 尽管十分不舍得生养自己的热土 但还是选择要离开 但是离开的过程难分难舍 亲友的规劝 现实的残酷 最后还是依然要离开 因为一切已经玩完了 party已经到了该散席的 在华人世界里 如果将某一个群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香港人独树一帜 在反送中运动当中 已经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 记住了他们 太厉害了 但是在现实中强权的压迫下 为了生存 逼着他们要用这种方式 来发出心中的呐喊 太让人心酸 其中一位主唱在采访中说 这首歌也想表达 有的香港人走了 但是心中始终挣脱不了一种内疚 他说他认为没有必要 如果已经不认同现在的香港 跟自己是一个共同体 走了也就走了 这个团队说主张不直接做政治表态 这首歌本身也跟政治不搭边 但是在当下这个环境 他们也不知道 不做主张是不是还会被允许 香港立法会周三 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 通过了新的电影审查法 新的电影审查条例 将防范影片中 出现鼓动美化 或者支持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 新的审查法授权香港政务司司长 在认为某影片违反国家安全利益时 可撤销该影片的播放许可 而违反该法的行为人 则将被处于最高三年监禁 或100万港元的罚款 此外 监察员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搜查放映电影的场所 包括公司办公室或私人会所俱乐部 电影审查局 可以根据新规则要求相关人士 提供有关放映的更多信息 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 像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服务 目前尚不清楚 Netflix上有介绍黄之锋的记录 有《自助习电》这样映射薄熙来夫妇杀害英国商人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电影 也有像《中国骗局》这样的电影 介绍有些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是如何系统作假 国内国外合作骗投资人钱的 我在看Netflix电影的时候还在想 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和声音都能够放的平台了 对于很多渴求不受过滤新闻和信息的朋友来说 一个媒体平台不需要偏向任何一方 什么都能够放就行了 让观众自己来判断 这其实也是正常媒体应该有的属性 但这点已经很少有媒体能做到了 中共一直用美国台湾党派之争来笑话民主 但是在现代社会 世界的普遍共识是可以有不同党派不同声音 这是言论自由式权利 有很多中国移民到国外第一次拿到选票时 心中激动的心情没法形容 原来选票长这个样子 原来我也可以有权利 原来议员需要很nice的来讨好我们 是不是有很多中国朋友当时很不适应啊 慢慢习惯了 才知道我们以前真的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顺便提一下 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 中国骗局这个纪录片是2017年拍摄的 看完之后让我大失一惊 原来中概股还有这种操作骗钱 原来国际做红公司浑水公司 是这样找到蛛丝马迹 发现中概股如何作假的 但是很可惜 这部电影明显没有受到重视 中国在这部电影出现的同一年 2017年出现一家公司叫做瑞幸咖啡 结果2020年又是浑水 通过另外一家公司拿到了瑞幸造假信息 再次出手曝光真相 瑞幸没了 我估计拍摄中国骗局的人都在想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这帮人真是不长记性 总觉得别人才会不幸运 遇到了偶发事件 自己才是走运的 但是没想到在中共 这种事情叫做普发事件 很多公司都这么干 欺负老外 不懂中国国情 国际投资人还没从瑞幸造成的印象中摆脱出来 滴滴又被搞了 有消息说监管机构要求他们都到香港上市 那是不是从美国退市就变成必然了呢 投资人的钱咋办呢 如果这事成真 这将成为史上割韭菜周期最快 最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次 中共政府就是最大的做空机构 做空了中国的命运 和做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财富 所以那些对中共不太了解的人 看看这种纪录片有好处 不是需要马上相信什么 就抱着开放的态度去看 你看看里面所谓黑中共的东西 是不是有拼有据 里面的逻辑如何 再看看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 现在还有一个好看的纪录片 叫做《假孔子之名》 是加拿大华裔导演 邱明历时三年完成的调查类纪录片 探讨了中共斥资数十亿美元 打造的孔子学院 在国际上备受争议 并被抵制的现象 大家查查世界上 还有多少国家有孔子学院呀 看看这样的经典纪录片 没有坏处吧 明白了孔子学院背后的秘密 至少咱们以后不会被人笑 天道好轮回 被苍天饶过谁 对吧 美国NBA球星坎特 在批评习近平后 把矛头对准Nike 推特上怼Nike 害怕对中国发声 他点名Nike老板说 怎么样 我订机票一起飞中国吧 我们可以参观那些奴隶劳改所 你可以亲眼看看 坎特为中国少数族裔被迫害发声 在25号战胜黄蜂队的比赛中 穿着象征染血的定制鞋 鞋上写着 Modern Day Slavery 现代奴隶制 以及No More Excuse 不再有借口等字样 10月初 路透社报道 美国遥控器制造商 环球电子公司 与新疆当局达成协议 将数百名维吾尔族工人 运送到其位于中国广西的工厂 真的 我们不要像当年纳粹集中营 被第一次发现时 才知道一直听说的是真的 不要等我们的钱被收割了 才知道中共才是坐庄的坐空大师 不要等我们的微博微信被删了 被抓了 才知道华为在给网警建设网络长城 亲自操作删的帖子 有人说看了这些华为员工 为孟晚舟跳舞 孟晚舟的眼神是冷漠的 有人说这是在华为大陆里上演的 活生生的鱿鱼游戏 演得不好 不走心的 不能在战狼文化中生存下来的 就被淘汰了 观众朋友们 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好了 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点赞 多多留言 订阅小木探天YouTube频道 也欢迎去视频说明栏 加入小木savechat频道和电报公告群 不要错过小木的视频通知 和日常动态更新 也非常感谢一直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因为有你一路通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